继续来关心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门票也含涨 入园门票20多年来都是维持全票60元 优待票30元 但台北市政府近日已经核定新版收费标准草案 全票翻倍涨涨到120 但新增了台北市民票60元 最快三四月份公告实施 让不少外县市的家长抱怨吃不消 不过动物园强调 过去进入教育中心看展 或是搭邮车都必须额外收费 但调整票价之后采取一票到底 不需要另外付钱 动物园售票口人潮满满满 二二拔廉价第二天 趁着好天气 爸妈都带着小朋友来看看可爱的小动物 但之后想再来 荷包恐怕会缩水一点 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 订定新版的门票收费标准 全票从60元涨到120元 优待票从30元涨到60元 统统翻倍涨 但新增台北市民票 跟全票原来票价一样 60元 原本的团体票打7折 每人42元 调涨后也是翻倍价84元 有点太多了一倍 太多了 可能涨个比方说到90 会比较合理一点 因为我们一次来还蛮多人的 所以这样的话涨幅 其实我要多花蛮多钱的 一涨就是翻倍涨 让外线市民众大喊吃不消 不过动物园强调 过去票价虽然亲民 但进教育中心看展 搭邮员车都是要额外收费 调涨费率后则改采一票到底 不需另外付费最快三四月公告上路 原本的票价是不符原本的成本的需求 那调成120其实也只是稍稍的接近了 现在市价的那个行情 普遍的民众可能有70%以上可以接受 有明星动物加持 让动物园人气不减 看看二十八廉价熟日 一天就融入两万三千名游客 第二天入场第一个小时 更直接突破四千人 但票价调涨后 是否影响民众的游园意愿 还有待观察 接下来时间 有惠伦台北采访报道